我实在拿不出你爸妈要的二十万彩礼 那是他们要的 又不是我要的 他们说了 拿不出二十万就别想跟你结婚 我哪有什么办法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我不想耽误你 分手吧 好 你只要说这种话 全身都分手 从今以后我就当你死了 你再也别来找我 我 萌萌 咋了 又跟男朋友吵架了 别急咋了 干什么了 你怎么死的 被你们憋死了 萌萌 就费那二十万彩礼 萌萌 到底什么情况 跟我说是吧 刚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还是上去好跟他说一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不说 今天下午六点 我是胜利桥上 男子王某为天驾彩礼所困 跳河轻声 目前正在全力营救中 这 这就是王柴吧 这孩子 哎呀他怎么这么想不通呢 我确实说当初少要点 你看看把孩子逼的 哎呀 我这不都是为了感闺女好吗 谁呀 你别吓我啊 他根本是失落了 怕是来找我们报仇了 我也不肯 哎哎哎哎 爸爸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哎哎哎哎 亲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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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帮我跟叔叔阿姨叔叔采礼的事 我跟他们说不通 你自己跟他们说 我在楼下等你 叔叔阿姨 你们在哪儿啊 叔叔阿姨 你特别怄啊 叔叔阿姨 叔阿姨 我看到你们 我们不肯定那种彩礼 我们错了 我错了 那六万六行吗 你说多少都行 对 太厉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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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下去吧 求求你了 快下去吧 行 我下去了 伯父 你爸妈说彩丽只要6万6 咱们可以结婚了 那太好了 你带着爸爸下来 我们去专家好好竞争一下 好嘞 我带他们下来 是不是走了 好像是没动去了 我去看一眼 叔叔 阿姨 我来接你们 咱们一起下去吧 叔叔 叔叔 你怎么了 叔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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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翔六点半